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今天又回到民间电台 打横来说的长毛出征 很多人会问 长毛去哪呢? 长毛现在还在参与一个会议 因为今天就有一个福利事务委员会的公庭会 就来了40个民间团体 逐一发言 现在开会大概开到8点多左右 待会阿Mo就应该会来的了 那我发觉呢 你是不是应该跟电讯管理局介绍你自己怎么称呼呢? 我是社民联的王浩铭 人家抓你的时候呢? 那今天呢 现在这里是FM 那我们这些呢 就没什么所谓 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讲到明就是要公民抗命 是吧? 你们来得支持 是不是支持公民抗命? 是不是支持开放大气电波先? 那那其实我觉得呢 在这里吵呢 就是... 风凉水冷 风凉水很舒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里呢 环境很宽敞 还有呢 见到一些人样 因为呢 在文坎天台一个这么狹窄的... 那今天呢 政府刚刚就讲这个... 呃... 就下个星期一呢 就再有40个团体呢 就去立法会里面发言的 那所以呢 它们呢 就... 改了星期二呢 就会... 就是... 就会继续有这个的表决 那呢 就... 大家都应该看到报纸就是说呢 啊... 张超雄議员呢 就会提出一个的终止待逐 那终止待逐的意思呢 就是说 在这件事上面来讲呢 就因为没有一个的共识 那所以呢 就终止了 讨论这个的议题 那刚刚呢 在... 福利事务委员会大概5点半钟左右呢 就啊 超雄呢 又再次提出这个这样的动议 那呢 就好像是 以我所知呢 就是... 基本上呢 就全部赞成了 唯独是哪个呢 就是民建联 那民建联呢 就投棄权票的 那刚刚我觉得很好笑哦 我在这个... 就是民间团体他们呢 讲出来呢 民建联是支持全民退休保障的 是不是的 是啊 当然了 大佬 但是他今天呢 投票 今天讲全民退休保这个议案 他投票 你知不知道他投什么票呢 他投弃权票 他投弃权票 就是他不... 他究竟支持不支持这个全民退休保呢 究竟 就是我说回归之前 港英政府就通过了是不是有集体谈判权这条法案的呢 是 是 那到最后 为什么回归了之后 没有了这条集体谈判权的法案呢 这件事我最熟 因为... 所以我问你呢 难道我问大班呢 因为是我... 哈哈哈哈 有集体谈判权是否有集体谈判权 你...你熟那头啦 有集体谈判权 那...很简单 就是有集体谈判权 你现在的麦在你 跟他搏你搏 你骂回他 哈哈哈哈 我素来都... 我素来都... 我素来都尊重大班 你骂回他 哈哈 我们... 我们一... 关了麦才会打他 哈哈哈哈 很简单 这个呢 有两条的 一条呢 就叫做... 涉清条例 就是陶锦生那条呢 就凍了的 就未杀 这个... 集体谈判权呢 加上... 还有两条条例 第一条呢 就是... 保障勞工参加工会 不受歧视及解雇 一个就是集体谈判权 总共三条条例 加上陶锦生那条... 涉清条例呢 就是被人... 一个洞就一个 洞完之后就杀了 那... 临时立法会 之后 再选回去 一九九八年那个立法会呢 被人委任那帮摸嘴呢 全部都选不到这么多的 是不是啊 喂... 你看到的了 就是那一年课仔拿你命 都不够一年了 这个... 十月开波 五月就收档 四月就收档了 喂... 各位... 你看着这两条例 一条就是集体谈判权 现在没有了的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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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做事这么忙 哪有空聊天啊 你不知道 他突然间说... 喂... 阿哥... 明天我减你五元人工 或者... 我下个月减你五千元人工 你做就做 不做就... 拜拜 那你没得搞的嘛 所以... 这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知会期 咨询期 以至到这个... 就是... 谈判期 是对奴方有百... 有这个... 百害而无一害 有... 不是... 有啊... 百利而无一害 你说奴工啊 勞工就是百利而无一害 因为他有集体谈判权 就知道了嘛 跟着可以... 要咨询... 争取到... 争取到... 一个... 缓冲期 去组织罢工啊 各样东西嘛 资方就永远都... 说这样就这样啦 是不是 所以呢... 取消这个集体谈判权呢 是令到大家... 就是令到奴方非常之... 就是... 非常不... 非常不... 非常不利的 还有就是说... 参加工会 不受无理解雇 和歧视 食猪月柯黑市 董建华 是的... 董建华 是特首 就叫那些人去投票 废除 这条例 他自己的公司... 公会领袖 就是最后来... 就是... 董建华那时候 不能做他的公司的了 是不是 就是他弟弟 就是他弟弟 是的... 阻袋人 好了... 直到喔 又是... 因为搞工会被人... 借我卖喔 所以... 很简单的说 你说... 信那群目嘴 喂... 我是为你的... 我情操高尚啊... 我比长毛啊... 你不用置疑 他比我可能是... 但情操高尚呢... 就一定是骗你 至少有法官... 不是... 还有涉政条例 也是啊... 因为... 大家记得我... 2005年... 去私下覆核曾蔭权 曾蔭权... 大支事在... 在以前的立法局那里... 坐在那里讲... 我... 行政命令就是发例了... 是不是... 我说就是了... 电信条例我说... 我给他们权... 去... 監听啊... 大班... 你吹啊... 吹呸呸呸... 那我去私下覆核他的时候呢... 其实... 那里讲的就是... 陶锦生那条... 涉政... 即是涉政条例... 里面的内容... 那... 原本有条例... 被... 政府冻了... 核冻到... 僵了... 没用... 杀了... 那... 跟着才... 曾蔭权会说就是说... 因为... 曾蔭权就算他说... 行政命令就是法例... 那条法例在那里... 你不可以代替那条法例的嘛... 他就要把那条法例... 招在那条法例... 招在那里... 然后就自己说就行了... 那... 要我打三审... 才拿到一个权利... 就是说... 无论是... 廉署... 警察... 海关... 所有那些所谓的纪律部队... 去... 偷听人... 去跟踪人... 是要... 申请... 尤其是偷听... 一定要申请... 各位... 真是吃猪血磨黑屎... 不过问题呢... 那帮保皇党呢... 吃完猪血磨黑屎... 又吃回一些... 黑屎内... 又磨猪血... 好环保的... 不太好人搞... 哈哈哈... 就是这个... 循... 循环不绝... 腐臭不堪...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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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那... 那... 那些高官进去... 挑选一下... 有四十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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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出去公仔... 是的... 挑选... 有男有女的出去公仔... 喂... 他数个票去... 他就翻盲咯... 就还盲咯... 是不是啊... 喂... 明天开会... 开不完... 因为... 我们今晚才咨询那些... 受到... 梁振英的资产審查... 迫白的... 长者的代表... 或者反对... 他这个... 分化... 社会的资产審查... 的... 民间团体来讲话... 八十几个... 讲不完... 那... 应该明天就开这个... 财委会嘛... 明天开财委会嘛... 明天开财委会就... 行礼御议... 带个图章去就... 扔印就拿钱的了嘛... 是不是... 好像自己八百公公那样... 信我啦... 就一扔扔下去... 喂... 不行... 所以他就... 找财委会的主席... 张宇仁... 他竞选的时候... 我尽量视频... 原来尽量视频... 都怎样啦... 是不是二十元那个... 你说... 二十元张啊... 哦... 那我帮你拿着先... 是不是... 那各位... 我们星期五开财委会的嘛... 定了嘛... 他说... 突然说... 星期二都要开... 为什么不星期三开呢... 这个真是厌制的... 特别财委会是吧... 是的... 特别财委会... 原因是什么呢... 就说... 有多保障金... 不是... 他有个理由很宏伟的... 就是说... 我不知他为什么... 觉得实过得啦... 是不是... 那... 所以呢... 就说... 如果十月之内... 就可以追溯到... 十月一号... 十月一号... 那这个叫做... 财政纪律... 嗯... 真是他老早啊... 那公务员加薪... 是追溯的嘛...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追溯几个月的嘛... 四月一号... 是吧... 喂... 为什么... 这件事不可以追溯得久呢... 哦... 他说... 我有财政纪律... 什么叫财政纪律... 就是说... 有纪律是很重要的嘛... 就是要搜的东西... 就是要... 不可以不遵守的东西... 不可以不遵守... 一定要有... 很大的理由... 是不是呢... 譬如... 我... 我跟大家讲... 现在大家... 不准阿尼四个小时... 我一定要解释的嘛... 或者不准阿尼八个小时... 我一定要解释的嘛... 他有个解释... 他就说... 哦... 因为... 我订好了的... 订好了... 等于没有讲... 我昨晚也讲过... 今晚再讲一次... 就是梁振英... 曾经在那里... 他就说... 喂... 我梁振英... 想着... 在10月上旬会... 要求... 这个... 立法会... 召开这个特别财委会... 何为10月上旬...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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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 121日... 10到10就上旬... 10到20就中旬... 20到30就下旬... 10日为一旬... 中文就应该这样用的... 是的... 很简单... 喂... 他吃了... 糟糕啊... 不是... 他吃了多拉西蒙... 很简单... 因为... 我们立法会的程序是整定的嘛... 几时报名... 去竞选... 几时... 这个选举... 选举之后... 几时宣制就职... 是定了的嘛... 隔夜烧买来的嘛... 整定的嘛... 那有什么理由... 再有特首... 或者那些下属... 那些二十几万一个月的... 局长是不知道... 立法会... 今届是... 10月10日... 才宣誓先... 那就讲不及上巡咯... 就是咯... 那为什么你们立法会... 不走就他... 那所以就是... 20元左右都帮不了... 如果他真的要这样做... 所以你说有什么不可以改呢... 这个... 梁振英口讲... 口陪的... 实际上是太多了... 5C14局... 不做... 香港会陆寻... 喂... 所以今天... 你老实说... 真的做保皇党... 挺惨的... 是不是嘛... 这个...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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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18万6000... 真的很麻烦而已... 很性感而已... 30万可以不成果? 是不是... 自由党... 50万可以不成果? rir... 喂... 你看见那些花坚链行沒渔? taką... 哎呀 哥 你想像蔣麗玫 蔣麗玫的樣子 20分鐘 兒子有沒有犯 20分鐘 喂 講價有減你的過程 是不是 是不是 我都說 哥哥 喂 最近我在水緊 30 我有兩個兒子養 40 是啦 是不是 我病啊 喂 你要講的 有什麼理由 那個嫖客 講都不講 20 20 是不是 喂 20 20 做不做 做不做 不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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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做 都要做 好啦 各位 你想一想 做保皇狗 真是 如果英文講就是什麼呢 保皇狗 up your ass 隔你一個屁股 各位 你們不要心蛇 隔你一個屁股 給他打 是不是 或者他又隔你一個屁股 給你吃 即是寧為太平犬 就不為寧見亂 哈哈哈哈 這個很古雅的 寧為雞口 莫為牛口 你說 哈哈 各位 這個就是見證的了 這一座大廈 黑色的大廈 在這個 小院子選舉的議員 可以操弄這座大廈裏面 某幾間房 例如是會議 這個 燕會廳 他當然操縱了 還有就是 開會那個議事廳 或者是 其他的房 我們現在弄了五個那些 麻雀房 麻雀房 不是麻雀房 弄了五個開會的房 貴哥 就是這樣 他真的要選 喂 昨天 昨天某軍 昨天這個 文字聯 今天 工聯會 今天就是工聯會 昨天之後多 大家頂一下 貴哥 你說 立法會 由10月10日宣誓 到今天 都未過兩進 兩進 即是美國20日 美國25日 你又說人家念誓詞 念不完 不尊重立法會 那你這個行政 掌官 那你有沒有當過立法會的人是人來的呢 可能行政掌官當他是人 但是中聯辦不當他是人 阿哥 給杯熱茶你又說辣口 好 給一碗糧粉 你又說想凍死我 怎麼搞阿哥 但是現在糧粉凍死的機會是高過熱茶六死的嘛 你看看在後面哪一隻糧粉就很下場 很簡單 你叫他急著做的事好像今晚那樣 這個DBC 命完一線的了 劉南光也是 是啊 1818 劉山 又是了 命完一線他不會解決的 所以他這樣說 哎呀 哎呀 真的有這樣的事嗎 真的有這樣的事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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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約他啊 我約他啊 就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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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商業糾紛而已 喂 阿哥 他是這樣說話的嘛 是嗎 阿哥 有點暗瘡了 你在演藝學院 一個人 太毒了 不吃雞靈膏就是這樣 哈哈 但是通常那些奸商是用糧粉壓的 很簡單 那你 明天就 阿玉敏卿主持那個委員會就叫人來 是不是 是啊 明早九點到十一點 就是啦 喂 現在真的很急啊 這裡 命完一線啊 他不理那個 但是有些事 拖遲少少 就算保皇狗 都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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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大佬 一隻狗肺 要是就急了 他真是急死的啦 那你看一下嘛 肚餓就行 一夜那樣打 不要吹狗 喂 不是我啊 他就要去禮拜二 缴械投降 你說 這個 這幫保皇黨 常常說 哎呀長毛你在這扔東西 立法會真的沒有尊嚴 我告訴你 耶穌 就在搗亂聖殿 我這個平民議員 就是搗亂這個政治雞鬥啦 是不是 等於尋回問候 這個特首去到 有沒有搞錯 有沒有當那些議員 本身 都是個人 都要時間去考慮問題 議員有個職責 去聽民意 聽到民意還要消化的嘛 怎麼會 一步 逼一步 所以我覺得 我也是高估了這個 保皇黨的血性 我接受這個傳媒訪問 我說不會的 不會強行來的 我說少說有血性的人 都不會讓他這樣過 喂 現在真的啊 是不是啊 就說要在31號之前搞定你 那你梁振英的看法可能就是 你現在立法會呢 正式宣誓上班 只不過是15日時間而已 那他大石壓死下的理由 可能是初歸心抱 就落地霞儀嘛 你這幫傢伙 跟梁振英一模一樣 是中聯辦擺你在這張椅子裡坐的 那他現在就全個聖旨下來 告訴你 你不聽我說不要緊 但是你夠不夠膽告訴我 你不懂西環的話嘛 老實說 這樣就 即是分中逼上梁山 老實說 扯其生就搞革命 很簡單這樣說 現在十八大都傑傑傑 都不知道怎麼開的 是不是 不開都沒有錯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真是一拋青袋 梁振英 第一擊不到 五四十四名 慣低了 慣低了 他現在要拿個彩 是嗎 國教 他就賴阿曾 不關我事 這件事是他手本名 手本名菜 都是你的錯 衰了米賴我 這樣就很簡單了 這個 我這樣說 其實現在這件事發展到甚麼程度呢 就是第一 是這個行政霸道 當立法會是垃圾 第二個就是 深術不正 你派不派給老人家 是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怎麼找老人家來玩的呢 七十歲以上 去做資產審查 我不知道大家家裡有沒有老人家 我就對過我媽媽很久了 老人家最怕甚麼 病 病啦 太多事情想啦 害怕啦 很簡單 老人家 我們跌了三千元 最多扔兩句 說兩句粗口 吃兩口煙 買杯啤酒就算了 老人家不見了三千元 是會借相成毒的 抑鬱 抑鬱的 你現在 自己說明特惠山果金 在那裡說 騙老人家 你說特惠山果金 他有個政綱 他有個政綱寫了 老人家有多少看這個政綱 你自己狼狼上口 一支筆一張椅 一寶寶 你說的時候 你不會說得那麼清楚的 適當的 寬鬆的之間 你當然沒有啦 阿婆 阿公 特惠山果金 特惠山果金 我有呢 就給雙倍你呀 阿公 好不好 那好啦 聽過你講 拿一張旗票現在兌現的時候 他說不要 欸欸欸欸 等一會 等一會 你聽不清楚 你有沒有看我政綱 阿哥 你梁振英落區 鎮了多少政綱派給老人家看呀 最壞你 你不追擊他 他派了 這個第一樣 第二樣 你玩 玩我呀 玩保皇黨呀 正壯些 老人家真是 一閉毅就慘了 第二害怕 最怕害怕 現在我們寬鬆 申報 這個張建聰初頭口花花 是嗎 唉 資產審查 填張表 方便買六合彩 我建議老人家 把錢轉給 那些子女 資產轉移 對啦 資產轉移 拿那二千二千二萬 阿哥 有沒有那麼蠢呀 如果把錢轉移給兒子 以後不拿呀 為了你的二千二萬 一拿回就是虛報了嘛 坐牢 喂 他說 張建聰之後 又有名句 王興貴差不多 這個球員 一日入 一日入 他就是這樣說 你賺了張表 我們一日給 一日不給 他說 抽查當然不是 個個都查 阿哥 抽查當然不是個個都查 那有什麼意思 那七千一百萬 不是個個都 聖訊制度 我是公屋居民 公屋居民都不是審查的 都是抽的 是抽查的嘛 我現在住在公屋 我當然知道 你報什麼都行 抽中你 大禍 有獎 你抽查 就是老人家害怕 聽你張建聰說 把那五十萬棺材本 給了兒子 拿你的二千二 那拿不拿回呢 拿回為什麼呢 拿回 如果抽查抽中 那怎麼辦呢 坐牢 八十幾歲坐牢 就是啦 就算不坐牢 你坐 阿明 是嚇都嚇死呀 你們是不明白老人家 嚇死而嚇 老人家最慘就是 閉喊 鏡 那你整個制度 先騙老人家 令他開心 跟著現在令他 坦剔不安 即是 如果說一句俗語 就是 拖拖拖 再霸心不華 聽你這個 扑街局長說 真是虛報資產轉移 又不知道 拿不拿回他 那臭小子 又拿回他 又擔驚受怕 不拿又擔驚受怕 兒子理財不善 輸賣他 喂哥 怎麼搞呢 這是什麼政府來的 就是因為你郎振英 口爽何包立 就是你郎振英 在競選的時候 要拿個彩 就是你郎振英 語言藝術 你搞成這樣 是啊 特衛生果金變成長生瓶 不是呀 那些老人家 那個津貼 經老變扶貧 他最不信是什麼呢 以前生果金 就不用審查的 那你現在說2200元 還有一個問題 70歲 還有一個問題 他隱含了一個 非常之惡毒的邏輯 就是叫做倒退 各位 他這個 給這個 醫療津貼 他不用審查 年齡夠 是啊 喂 當初四年前 扔招事件 他705加到 1000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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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多點的時候 扔多扔 他又說不用 喂 你如果繼續下去的時候 那就是 是否說 根據田北臣的理論 就是說 我們錢那麼少 所以要幫最好的 最需要的人 我們不停地做審查呢 今天是三級審查 明天是四級審查 後天是五級審查 就看政府認為 他們的錢是有多緊絕 還有 要幫人有多少 阿哥 任你做的 這一個是倒退來的 是走回頭 喂 若米明察都是這樣嘛 各位 是不是 若米明察 這個很可憐啊 大佬 喂 我長毛有cancer 他只有 倉底大罷 那些過期藥 你吃慣的那種 你拿去吃 喂 但是標靶治療 你想好些 不好意思喔 阿長先生 你是不是沒有錢才 沒有錢 是吧 你是不是沒有錢到 真的沒有錢才 否則 麻煩你了 食倉底貨 如果不行 沒有問題 若米明察裡面的文章 我告訴你去哪裡買便宜點 快點去 介紹一些經紀給你 是的 很簡單 你這個成果的問題就是 今天開了這個先例 就只會有兩個結果 第一個就是 就是 那些已經很無助 很無奈 或者是 非常之對自己 無望的人 進一步覺得自己沒有用 這個政府 拿著這麼多錢 就是那2千2元卡住在那裡 各位 還有一樣 為什麼這麼多人贊成呢 又是社福界 贊成什麼呢 就是審查 為什麼 審查是否有面試 審查是否要開 請人 請人 是不是 請人 是不是啊 那個 所以 一個 社會 行不行 除了看錢之外 就是看這個社會裡面 裡面的人 精神面貌 裡面裝些什麼 到底是裝豬血 裝黑屎 各位 你這個 做社工 或者讀社工 或者 在大學裡面 讀飽書 現在在大學教書的人 其實是在問這個社會 去拿資源的嘛 你讀的時候也是 你做事也是 說過 你不想一想的嗎 如果用他們的邏輯 香港還有一間大學叫做 香港大學 給多一間叫做中文大學 現在很多在說話的人 都沒有資格在說話 因為他們不能讀大學 那如果當時是這樣 你是不是很窮 我告訴你 你是不是很窮啊 買書都買不起 我現在沒有責任給你讀書的 我現在沒有責任給你讀書的 我要給很多東西的 現在都是這樣的 哥 我 我們那個政府 需要貼地的了 人家所有跟我們 那個國民總產值 或者平均人產值 就是講錢 是差不多的國家 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或者百分之六十的人 是讀到政府資助的大學 直接資助的大學 直接資助的大學 我們是多少知不知道 是十八個百分之 我沒有關係的 那還有一件事 這件事定了多久呢 定了二十年了 是他覺得 哇 我要改革 好了 董建華 牙養養養 見到新加坡 百分之六十 他說 我們有搞 搞了百分之四十二的人 即是說我們高考生裏面 有百分之十八是讀到直接 這個資助之外 百分之四十二 不是他讀 副學士 副學士 讀Ivy 兜兜轉轉 他也是這樣的 你是不是想讀書 你成績不好 你是不是很窮 我小學的功課都沒有交 他講什麼 是不是 其實很簡單 有些是權利 寫了在這裏 我們有兩個的 聯合國公約 一個就是 政治權利 公民權利公約 就是我經常都 跟政府爭辯的 還有一個叫做 經社民 經濟社會文化的公約 這些這樣的權利 寫了在這裏 權利是要實現的 權利實現的時候 當然是用公權力的 如果這個權利 不是因為你有錢 或者沒有錢 你是男人還是女人 或者你信什麼教 都是變成一種大家 享受的權利 一定要用公權力 或者公權力 去推動贊助 令到這種權利 是真真正正 是大家隨手可得的 就是你一口口水 如果你淋了一口口水 把你手都不做 就該你 扑街了 都可以隨手可得 對不對 好了 這個就是說 叫做 把我們的權利 以一種福利的形式 普遍成人 變成一種真正 可以捉摸的權利 就是不是說 所以他不要跟我說福利 是權利來的 是不是 一個人 尤其是家庭主婦 和你的政府養大一些子女 去令到這個社會 有新的勞動力 不養哪裏有啊哥 喂 老來從子從不了 老來從夫從不了 因為他的老公和兒子 都是低薪 三棟支柱 這個儲蓄 縱緩 加強積金 他一定沒有份 強積金沒有份 是不是啊 儲蓄沒有份 因為他沒有錢 是不是啊 剩下忠援 忠援呢 做衰仔子 喂 衰仔子 阿哥 忠援是漸格審查 是啊 沒錯 阿哥 是不是啊 三萬多 三萬八 是不是啊 大家不要誤會啊 不是十萬萬六 不是十萬萬六 三萬多 阿哥 真的買木都沒夠 說個直接 就是不要聽 就是說我長毛 沒有人叫你死的 大哥 如果買木 都是買兩塊半 是不是啊 阿哥 所以 你想想這個政府在做什麼 這個政府每一天 都在燒香念佛 但手底裏面做什麼 奸淫老糧 殺人放火 就是啦 所以各位 又說回來 政府的瞎瞎就是 傳媒 傳媒 可以是一塊鏡 可以是蝦鏡 亦都可以是遮醜布 亦都可以是 蓋一塊布在這裏 就看不到的了 欸 為甚麼今天買一張新掛煎 你買一張掛煎 握著鏡 不要揭開 所以就 掛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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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一天就蝦蝦鏡 蝦蝦鏡 看下去是扭曲了 有 是鏡 一天政府就拿到 掛煎 掛煎 因為這塊鏡 說它不是最漂亮 是嗎 打破了 掛不到 那塊鏡 就掛到 鏡框 就是那些說話的人 就是阿大班和阿玉曼 就是鏡框 一聲咀下去 那個媒體就是鏡 為家 CY為所欲為 就是多德傳媒 是不是 傳媒我不敢說 是全部人都說謊 我可以說傳媒 你說 除了少數 一部分的人 如果中聯辦是禁制 即是等於 中聯辦現在禁王廠表制 就一定是跪下 一天就躺下 是不是 那這就是為所欲為 好了 今天DBC 如果不集立 就是有希望 有希望 大班跟我們說話 是不是 而大班 過去往職都不是差 是不是 如果不然都不會被人叫去郵埠 是不是 有幾個人被人叫去郵埠 那些人叫去郵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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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叫了已經不用郵埠 已經被郵埠 已經被郵埠 沒有你的名字 好 搞到郵埠 阿哥 就是一張正書 來的 是不是 就是等於賊 最重要是出位 最重要是爛什麼 你一掛在那裡 咦 長毛賊 梁國雄 懸賞 十萬兩銀 不論生死 那你就威了 賊王 是不是 那你搞到共產黨說 不論生死 還要離開香港 就是正書來的阿哥 搞啊大班 或者搞DBC 就是阿哥 狼振英 床頭露尾 找得章尖 蓋得頭就露了尾 蓋得尾 就露出那排牙 是狼來的 露出那排牙 又是狼牙 露出那條尾 又是狼尾 怎麼搞呢 你說到大班好像小紅毛姑娘 那些 所以 有很多人說 喂 我為什麼要撐大班 你不是一定要撐大班 見仁見師 是不是 但是 如果 當一個政府 是蓄意 叫那些商人 去扔錢到鹹水海 都要 某一個電台去倒閉的 那你不出聲 這件事不急 玉石驅乏 是不是 沒有這個 紀律性的嗎 他們沒有紀律的嗎 有財政紀律 沒有行政紀律的嗎 政府不是做事的嗎 是不是 政府是做事的嗎 所以很簡單 明天 明天 一早有八點半 八點半 八點半就集合 八點半就集合 八點半就在隔離集合 各位 各位 這個 講實力 人多 就聲大 不是說人多還是對 人多是會令到對的東西更加對 更加被人看到對 人少 那便 給人瞄 是呀 給人瞄 是不是 人少給人瞄 很簡單 我希望 各位今晚聽到這個節目 明天八點半來立法會門口 是不是 你要撐個大班 撐個言論自由 撐個媒體多元化 各位 蘇錦良 縮骨 縮骨 不縮骨 大哥 他有前科的 你說 喂 大哥 有啊 蘇卡片 喂 你那個 外傭怎樣 關你什麼事 吹了卡片出來 他現在也是這樣 喂 阿蘇呀 喂 阿彪叔叔 跪下了 這個 中年馬吹雞 他跪下了 你國寶睡下 這個我的卡片 蘇錦良 不要說話 大家不要說話 所以明天你聽不到王楚彪說話 王楚彪又不來 是不是 王楚彪這麼大冤屈 常常說 大班屈他 操控啦 是不是 有什麼人騙錢 是啦 不掃不清不楚 這個 王楚彪這麼多冤屈 最好的 是不是 一次過 搞定他 好過開幾個招待會 最少幾十萬人看的 不會 一次直播 他這麼快說了不上來了嗎 說了不上了 都說 喂 我給個頭 所以他那間中學 他那間中學應該加紀念那兩個字 因為你找不到 王楚彪那間中學的嗎 你沒有看過 有 周圍裝閉路電視那間 所以他那間中學應該加兩個字 叫王楚彪紀念中學 大家都找不到 你看到的 你就是這個立法會這裡開了壇 都是三個禮拜 這是政府總部 就是旁邊嘛 這裡就門上開了 是 都穿了崩子 你看看 這一座物體 但是 在這個 現在這樣的選舉的方法 有四成人 是捐這個 捐這個 九龍捐進去立法會的 那些捐了九龍 一起來 就做事 不是啊 大家以為捐九龍有些很威人的 方世玉 胡慧乾那些 人家捐九龍是付出那個胡慧乾 就是因為 捐九龍 而學藝不精 沒有命 他們要不要沒有命 不過將來都會有機會的 但現在我們沒有命 現在我們就被捐九龍的搞 各位 其實很簡單的 你看看 其實梁振英 成縮的人的心 他 有些人說 喂他給個下馬 他不是給個下馬 你不要高估這個人 他是知道 遲日無多 因為 他是一個 六八八十九 的特首 喂 現在 初歸媳婦落地下二 不就是立刻做事 因為現在 在蜜月期 中聯辦任威猶在的時候 到時候 記錄的時候 不就是立刻做 立刻做什麼 搞什麼 你不是說了 不是了 不是 叮咀了 不是 你已經知道了 我不是 喂 按錯鐘仔 這個可以嗎? 現在的問題是現在 一定是三個 很大的機會是要歸掉 一吹雞分低 所以你不要看聽梁振英 梁振英算得很清楚的 第二個就是 他現在說 喂 我沒有害那些老人家 65至69 那些 一向都沒有了 就沒有了 但是現在70 65至69已經審查了 我不用去審查 一年 是啊 現在集合一年 發哥 延遲一年 發哥 一年之後 發哥 一年之後 都要報的 是不是 我麻煩你醒醒 所以 關鍵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 少恩少衛 你都不做的 就是我現在 跟阿欣仔說 喂阿欣 為什麼 常常搞我 我 我掉了銀包 麻煩你借這麼多東西 20元 借這麼多東西 我坐車回家 還有吃頓飯 嘿 嘿 延遲 我們那些感情 怎麼知道50萬 啊 嘿 看我中了馬標 我給50萬 50萬 你不要說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現在問他 拿一點 他都不給 我給你很多東西 發財 我帶你去那些 酒店吃 先吃了先 如果他說 派49萬 直派 2千 2百元 才派得起 如果多些都派不起的時候 即是說 將來3千元 我們建議的 他做不做啊 全民退休保障 是啊 我們改革他做不做啊 大家都知道 越遲做 就越難搞 為什麼呢 第一有通貨膨脹的問題 如果硬挖3千 你講講講 3年 你可能給3千3 這是第一個條數有問題 第二就是 越做得遲 年老的人越多 就更難起遺 起動 就是說 政府要 今天拿五個 即是五百億 可能隔兩年 就要七百億了 又說沒有錢的了 是不是啊 喂 是不是有病啊 如果你真是為老人家的 很簡單 3步谷 就好像這個 他們講的政制這樣 路線圖時間表 路線圖 就是向著全民退保 進發 進發 定了 打死都要去的了 第二就是時間表 有時間表 就有中轉站了 對不對 現在2千2元 是中轉站 但是我跟你爭都無謂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有了路線圖 你又不要太離譜 是不是 所以其實講政制一樣 共產黨講 喂 2017年 我給你選特首 如果2017年 普選特首之後 2020年 就可以去選這個 這個 立法會 全面普選 大家不明白 2016 有個叫做 立法會選舉的物體 就是 早這個 特首 特首 所謂特首普選一年 如果民主派跟他談 談這個 2016的 立法會選舉的方案 如果2020 真的要做全面普選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循序漸進 你都要八成 八成的時候 共產黨咬回來了 你看看 多大貪 這個場合大咬 一講那都八成 喂 我們不要 2017 都是不要 特首普選 這班人 反中亂講 飛琴大咬 喂 這個就是根本一個 邏輯的套來的 你 跟他講2017 他跟你講2016 2016 你不就我 你沒有誠意 那又沒有2020 那就沒有2017 沒有2017 就自用沒有2020 那你問他2020 如果你真的做 你2016要做事 這個 時間不夠 那不是2024 這個就是 白甲上台 精燈 精燈 蚊燒 都做完的 這個 現在很簡單 那你白甲黨 2016 怎樣搞 共產黨 說 你只有我一次 就我第二次 如果你真的想2017 有特首普選 麻煩你走就 大局著想 是不是 2016那裏 就不要那麼大咬 是不是 最多 就給你多幾個位置 那你 如果2016 是 沒有什麼進步 2020 是怎樣做呢 那2016 如果你給他多拿些 他說2017 我不做 因為你大咬 所以 所以 違反了循序佔中 所以其實只差一條路 我跟 鄧書長說過 以前你對 和不對 抹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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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撿劑很容易 一個人去藥房 就可以了 一個人 鐵頭人去到 我頭有點痛 撿劑給我 我就撿劑去 於是 五條目尖出去 喂 我頭痛 我腳痛 我身輕 才撿到劑 要五劑 現在一劑就撿撿撿 那很簡單 鐵頭人 只要說 我必要時撿劑你 無論是二十三條也好 無論是普通 我撿劑你 那就是 一撿 問恩仇 你只要公開說 我鐵頭人 頂天立地 總之 這樣就差點 又沒有 望高 如果 我差點出一件事 不實現 我一定撿劑共產黨 就搞定了 立即化乾窩 為肉白 我不想求以前對不對 我只問日後怎樣做 其實是 非常之有風度 你可以不認錯 不用像 艾未麗這樣 誒 看又怎樣 硬骨 這個 2010 他不是說 他是公開這樣說 我是變了個位選民 不過看又怎樣 看2012點 看又怎樣 看又怎樣 不出事 不出事 阿達仔 為何你做這個 地理工作這麼不好 各位 天都不好 看又怎樣 各位 風水佬欺騙你十年八年 我認為 今天 在這場戲裡面 即是梁振英 飛琴大咬 玩老人家 來逼 這個立法會 屈從於他的意志 開了一個開倒車的 所謂審查制度 在福利上面 如果 這個泛民主派都不頂 我真是頂他 你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 如果這件事都不頂 你將來怎麼頂 真是 還有一件 就是謙謙 就是謙謙 葉國興 為何你這麼親熱 你不知道 明朝的太監全部都是這樣 謙謙 謙謙 倒夜壺 皇帝今晚 喝多了倒夜壺 謙謙 各位 就是這樣一回事 當葉國興公然 也是這樣的 葉國興為何這樣做呢 曾鈺成這個大太監 都未說怎樣改 來展步 他自己已經 阿蓮英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契弟 阿蓮美 立刻搞了 立刻搞了 喂 就是趁 我們訂 拿我們命 趁他們 那些藥力還有少少 頂得住的時候 是呀 說 是呀 說過 如果不頂他 怎麼搞呢 他就說 人 人賤被人欺 人賤 人賤被人欺 準些 我現在就說了人賤被人欺 善是沒有問題的 各位各位 你不要聽 善而被人欺負 是一次的 等於我講 如果你是因為有一天可憐某個人 幫過他忙 而被人欺負 你不用羞愧 你只是扔扔扔地 但是如果你因為貪念 他被人欺負 你就應該 其實你本身是一個罪 就是想騙人先 是不是 所以 應該是人賤被人欺 不是人善被人欺 善有什麼問題 好了 現在 分化我們 是不是 不停向我們 不停給壓力 其實很簡單 我們 我們 那二十七票 有什麼理由不是在一起 那你不是在一起 是有個理由的 不過現在 現在不是說 連七十歲 就是 民主黨和公民黨 他們說 如果政府 剛剛聽說 但他害怕 害怕就是 有四年都可以 他這個 他這個 不是 老實說 這些是沒有談好的 是不是 但問題就是 就是 他們害怕 這條罪名 就是 妨礙著 那些長者 拿那個 這個 這個 雙倍 三國金 所以你第一個爭取 就是爭取他 不能夠 用他那個所謂 爛鬼財政紀律 跨死你 十月通過 就追溯到十月一號 你第一樣爭取就是 你什麼叫長頁紀律 我需要時間 去問選民 我需要議政的時間 我需要研究 是不是 我需要爭取時間 那你就先打破了這件事 令到那個 那個所謂 怪圈沒有了 就是說 那個月通過 就追溯到那個月的月頭 為什麼十一月不行呢 為什麼這個 公務員加人工追溯這麼多呢 為什麼立法會議員加人工追溯這麼多呢 難道我們才是人 人家老人家不是人 那些叫什麼紀律 是不是 所以 講道理 是可以分開來講的 如果你這件事 你都不敢反對他 都不敢拍桌賴去 覺得他有紀律 他有什麼紀律 他有什麼紀律 財政紀律 我說沒有 那這個是真人 你有財政紀律 有什麼理由啊 減差響 減利得稅 每年送回錢給那些有錢人 都數以百億 這是什麼紀律 你不說幾百億去幫助 最需要幫助老人家 對不對 你說這件事 如果是的話 你為什麼要做Iban啊 喂 那些投資者 用你去教嗎 用你去教 說 保障他們 保障他們那個 因為通貨膨脹 而 那個幣值的損失 你就馬上掛 五餐肉升到30 你會不會貼錢給他買 你不 這個美金換我們 換六個半就行了 是不是 喂 很簡單 六個半 不不不 他調算了說 六個半 九元 不 六個半 好用 六個半 那就對了 追回以前我們七個的東西 很簡單 如果你真的這樣的時候 你就不會做這麼蠢的事情 說因為配合大陸那個 債市人民幣 離岸債券 沒有債都搞了債都聽過 有個政府 是大把錢 不是借錢給人收貴利 是 問人借錢給你 問人借錢給你 給人家貴利 這是什麼財政紀律啊 有沒有一家Iban是會這樣做的 現在 除了出股 除了雷曼 這樣就會了 左手搬右手 對 我說什麼財政紀律 阿哥 這是什麼紀律啊 這是什麼理財哲學啊 是不是啊 你們用去擔心嗎 中產階級 各位 其實我也不想說 不過我真的很生氣 我一生氣就急了 我現在就去廁所先 剛才你說的四個半就不出去 我現在就要去廁所 我想下一位就講得更加高明 更加好聽 多謝大家 好啦 今天打完來講節目 大家先 交給下一個節目 那個叫什麼節目啊 搞什麼春 搞什麼春就行了 聽過幾回配啊 聽過名字 看看大家明早九點鐘 明早八點半 在立法會裡面的停車場 不是這裡 在這裡再下 你問立法會的職員都知道 那些你說去立法會的那些 那些職員言論自由 大家來到都應該見到的了 好 多謝大家 多謝 謝謝 土共自說 很辛苦 那邊全靠群眾 逢星期四晚 白至九 群人為你出氣 大家一時出征 因為 世界很遠,有很多問題 每一天都發生很多不同的事 有很多天災人禍的發生 每天都有這麼多的問題 究竟我們可以怎麼處理呢? 因為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每個人都說自己說的是真理 每個人都說自己信的是真誠 究竟我們是怎樣去選擇呢? 《德文德文》這個節目 就是和大家去考慮回 宗教、哲學、政治和時事的問題 我是Promise Book陪你去漫游這個世界 在香港的121萬公民 藏在貧困線下 價格開支只有GDP 3.6% 比起埃塞俄比亞或者津巴堡位更加低 香港公民奪集於投資權 在資本主義的壓迫下 一名藏在隨身負擬之中 究竟我們的出路何在? 我們要用革命推翻整個資本主義的金融融帝制度 我們要將革命的紅旗插入全世界 我們要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新社員 學生向前走 21世紀的學生阻力引動 你聽不聽到? 不是呀 怎麼會收到收的收藥音 先叫做Wing 香港特首好戰 如果一排就有新的東西搞亂香港 每次被人家爆了些壞事 就要開動全壞機器去掩飾 整日裏作 究竟我們可以在哪裏聽到真話呢? 這個香港越來越沒有言論自由 但對方的傳媒都要自我審查 開放大器電波又拘捕為加密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逢星期四晚九至十 人力監察 現在是一個特別的產品 你先介紹一下吧 我叫Edmond 各位好 本身我們這個節目有很多位主持 但每個星期就是分別 有不同的原因不出席的 有阿明 有阿摩扎 有阿昌 有阿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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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邱 有阿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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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人死 為何會見到他死呢? 不過其實 如果說死的話 許很多人都值得去死 後面我們這裡 大家約人 以後不用多講個字 這裡不是叫正總 這裡叫正戰總 大家約人 你們倆夥職正總集合 裡面的人 除了有少數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 基本上 這集是最多粗口的節目 但是 敬告各位主持 今晚就記得不要說粗口 戒一晚 今晚我們會很潔淨版 不如我們先說一說我們今晚說什麼 今晚我們來到就是支持言論自由 是 支持這個DBC瀑布 是不是 是 你還可以先說一些相反意見 先說一些相反意見 外間有很多質疑 DBC究竟我們是否值得支持 先說有些人就說 DBC根本從一開始來講 它的股東人選已經注定了今日的命運 譬如說他找了黃曹彪 貞協 有些紅色資本家 也有李國寶 本土資本家 《三點不露》 由一開始由大班找這班人組班 來開這個電台 已經注定了今日的命運 可能一開始他們覺得 那個台是用來撐這個唐型的 有些人這樣說 有沒有聽過這些說法呢 有聽過 你知道大班有個 就叫火太震 其實很簡單 你看回這一年 大家聽到DBC的節目 聽聽大班做節目說的內容 到底是真是一個唐型打手的電台 還是一個把我們香港市民的聲音 宣揚出來的節目線 這個就很簡單可以看到 我覺得 我覺得不一定是要 他做節目是做一個 給人看 是不是說 我們很講言論自由 一件事很講一件事 我們看到大班的這個台本身 有很多多元的聲音 有宗教頻道 有少許民族頻道 他說什麼聲音 不要緊 最重要是多元 問題就是說 其實 剛才Edmond所說的 是事實來的 也都 但是這個事實本身 是否影響到現在 我們去進行這個運動 背後那個動機 是吧 我覺得那個運動很簡單 就是說 現在你大班 是不是 又封咪了 又閉嘴了 是這樣 那我們有機會 有一個地方 又再聚到人 給大家去爭取言論自由 最重要就是 加重梁振英 那個 管治的成本 是吧 一網搞完 第二網再搞他 是吧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老實說 大班老實說 就是 個個都friend 是吧 建制派裡面 他都friend 拍了肩膀 這些大家都聽過 剛才說他跟唐贏的關係 唐英年去選的時候 都進過去 跟他聊天 說他做公關公司 這些事都不重要 他那時候 剛才長毛說的 你過去做了些什麼 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將來 是做了些什麼 現在 我們見到 你要搞DBC 你 第一 你不 根據你以前 對付 傳媒的原則 做事 這個就沒有道德 倫理政治 政治的道德倫理可言 以前阿善有鼓督 那你現在又鼓督了九分 你不跟他說商業決定 剛才長毛說商業決定 如果 你老實說 香港的東江水和大陸簽約 都是一個商業決定 如果陳在義現在說港獨 港獨說 你不想想 如果香港獨立 不想想 香港的水哪裡來 那時候香港說 如果大陸斷水的話 沒有東江水給香港 這個都是商業九分 不用理會了 我們網上有人舉例 舉得挺好的 你說不適宜介入的話 為什麼那時候奧運 拿不到這個轉播權利 又會介入呢 商業九分 對 商業九分 對 是喔 對 商業九分來的 阿昌說得好像很合理 但是 始終香港很多人 就是斟酌著這個原罪問題 原罪 就是根本 這個DBC 一開始成立的目的 是有問題 他覺得是有問題 為什麼 這個運動 對他現在好像 有一部分人不願意參與 就算阿昌你說 不要緊的 他之後 他說 我們是爭取言論自由 我們應該殘戒 沒有用 要是你的原罪 因為人們是在說這件事 所以 你怎麼解釋這個原罪 所以 前那一晚 我在這裏 大班他自己都說的 他自己說的 這個 他就說 這個運動 就是我 就是繼續來 開會 之如此類 他就說 我是 就是 這個烏點來的 大家就不是支持我 撐這個 言論自由 撐 民間電台開放熱氣電波 這樣 最好DBC 不要復播 就是他自己這樣說 老實說 我自己聽 就是我身邊也有些朋友 他也是 同一樣的說法 就是和Edmond你說的說法 就是說 是啊 他當初 就是一個 堂形的 就是 哇 很多裡面的人在那裏 是 是 鋪胎 捏著那些人一齊來的 這樣 但是我 我始終都覺得 阿昌的說法就是說 沒有可能 你不是看他 那時候是怎樣 怎樣去搞先 他今天 一個電台 他是不是一個最大監察 梁振英的一個電台先 商台是不是先 新城電台是不是先 如果他是一個監察政府 做到那樣東西的 我覺得他有一個保留價值 我不顧 我不理他那個商業 就是 誰賺錢 誰成 就是你不認同他講的話 但是要捍衛他的權利 當然是 因為他今天 就是可以 把我們反對的聲音 用那個大器電波說出來 現在我的理由是說 你是要聯合次要敵人 爭取主要敵人 是一個運動策略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 我們可以爭取到自由黨的支持 例如在《三個金》那裡 無端端 無事不進 突然之間 剛才我們說到 說什麼50萬審查 是不是先 如果 他都肯跟梁振英反胎的話 那我們爲何不可以聯合他們的支持 如果這樣說 跟自由黨的原罪 更加比大班厲害 是不是先 割今時作非 那他要捍衛良知行動 有良知 他突然之間出來說 要支持平安六四 沒有理由不支持 是不是先 因為一定要 現在主要的目標 就是要西環 是加重的政治成本 是不是 就是要他選誰出來 這次梁振英 下次不知哪個都好 當他沒有好下場 所以我覺得 應該這個時候 就是這個聯誤抗毅 理會他什麼出身都好 總之 在這個議題上面 站在同一神線的話 運動上面 你當然不讓他推去敵人那方面 是的 你有些疑問嗎 是的 我想問 如果ATV說要倒閉 那大家又怎樣看呢 如果你說 就是用言論自由的角度來看 比如說ATV 大家都知道他那些ATV焦點 或者其他都是非常之 ATV不是撿了嗎 我不知道 即是他在看大公民會沒有分別 他不是幫你當的嗎 到他要留住ATV ATV 這個電視台的目標 你覺得是有什麼用 不是 第一件事你講得不夠準確 他ATV他倒閉的原因 即如果明天 你看到背後的背景是什麼 是的 你們看他因為什麼 是的 跟你說 因為ATV的廣告室 就不足以支持到他倒閉 大家不會覺得出奇的 大家都預料到這個 如果他是有一樣 好像DVC的糾紛 而令到 就是ATV不能夠做下去 就很明顯有一個政治因素 那我們當然要站出來 去出聲 捍衛我們的言論自由 其實都要 當ATV撿的時候 都要捍衛他 都要捍衛的 為什麼 因為ATV如果撿了一顆的話 我們就沒有亞視照點看 如果沒有亞視 ATV照點看的話 就可能很少機會叫人上街 這個反過來 就是用一個民主運動的策略去看 反過來 如果有一天大東盟會撿了 那你們怎樣 是不是要捍衛他們 當然 明白 明白 這個說法 因為ATV的存在目的 你們是怎樣看 為什麼會有ATV 到今時今日 ATV 就是這個電視台 它根本就是為了亞住一個 電視牌照而存在 有什麼一間公司 不停蝕錢 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所以就反過來 ATV 第一 ATV是不會撿的 是不是 中聯辦一定不斷浸水下去 但是這個呢 是不是商業理由 可能 可能 某程度 是可能 但是最主要是因為 中聯辦 阿爺落命令 要他收皮 要大班 不能出身 要說不讓李慧寧 李慧寧是令到中聯辦很反感 那他現在 喂 現在ATV有誰令中聯辦很反感 沒有 是不是 我幹嘛要捍衛ATV 如果這樣又 我現在反而 反過來 我們要捍衛 那三間電視台 為什麼你不發牌照給他們 為什麼這三間的電視台沒有牌照 申請了那麼久 喂 這樣嘛 反過來 回到一個位置 就是有人爭論 其實到現在還有人爭論 覺得 這個是不是 DBC DBC 是不是因為被打壓 而搞到今天 你ATV 你收皮 是砸砸 是活該你死的 你聽我說 因為你做得不好 有人還在界定 DBC 究竟其實是否受政治打壓 有人說不是 可能覺得 那現在這個錄音大家都聽過的 還有些什麼質疑呢 是不是 你蘇錦良 又不知道他去哪 是不是 好像剛剛你說 奧運的站出來 是不是 解決這個商業糾紛 現在呢 去哪 是不是 喝紅酒 那他要出來有個說法才行 那大家 記得明天8點半 就一起去看一下 一定要醒他起來 一定8點半 如果你來到就來 OK 就去看一下這個 政府有什麼交代 不是 但是 你說黃楚彪那段錄音 是 亦都有人說 喂 他個人說 我覺得中聯辦不喜歡 是個人感覺 好 他自己本身跟中聯辦再割製都可以 很簡單 彭清華是一個普通人 他不是一個普通市民 中聯辦可不可以影響到DBC的運作 當然可以 你現在說的是黃楚彪 現在開會那個是黃楚彪 不是說的是中聯辦進去開會 如果真的對 那問題是 黃楚彪說什麼 他說中聯辦很反感 那他背後已經暗示了一些東西 是不是 還有就是 如果彭清華那個 現在好像我說 喂 Edmond 長毛對你這個節目很反感 那你都知道什麼事 是不是 還不用說那麼多 譬如 阿牛 阿牛 阿牛不用找我出來 喂 Edmond 阿牛呢 他在下面聽說 我覺得你這個節目很反感 不是那麼好 很簡單 那如果有什麼事 如果你中聯辦那個 那個 不要搞你的兒子 你就站出來 但是搞你的兒子 還有你的退休保障 搞你老母 就不站出來 我覺得這個 大家要再努力 是不是 對不對 我自己有個相信 就是今天我們在這裏 這班人 就 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 會下來抓 他們站在天橋上 拍攝 拍攝東西的 我知道 但是不要緊 當你繼續來打壓我們 我相信這裏的人 是越來越多的 那 不如我問一下一些 比較特別的問題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人說過 其實 其實這件事 這個DBC事件 其實其他政黨的取態是怎樣的 你們不要說社民連 社民連長毛 當然是表了態 還有支持DBC服播 在這裏做非法廣播 那其他黨派呢 有 我看到很多民主派 公民黨那些 有來一起廣播 我看到有 不如你說一下 有支持的 有支持的 他們用什麼形式 開明 他們會在這裏 一起身體力行廣播 在這裏做節目 看到的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做嘉賓 鄭家庫抱著我 慶姐 身體力行 出盡力 真的在這裏廣播 不怕人大 什麼犧牲很大 你不要說慶姐 慶姐 都是以前 或者現在 都是一代美人 是吧 他真是 很厲害 不過我覺得 就不是 這個時間 去 說說 究竟我們有幾多個 泛民的黨派 在這裏 大家其實明天 立法會便知道 明天的資訊科技事務委員會 是吧 浩敏 亦都被 那個 有個議案提了上來 又可以討論 有特別會議 明天 亦都大家可以接 但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在這個時刻 我覺得不對 為什麼禍兮禮 為什麼禍兮禮 你說他們進去議會 會去支持或者會談 那為什麼他們不去鼓動群眾呢 如果他們有能力的話 為什麼他們不做呢 就是現在說 我們說我們的 群眾運動 我們是要鼓動風潮 我們要帶領群眾去做 社會改革運動 有不公義的時候 我們要帶領群眾去改革 那現在這件事 他們為什麼不去 他們要努力去做呢 這件事是很大件事 為什麼唯獨只剩下我們 例如民間電台或者RTV 在那裡支持 全香港 遊行動員的話 那些社會組織 只有兩個組織 全港動員 全港可以有動員 你的組織一個叫民間 另一個叫人民的兩 不如我開口說 就是最有動員 組織的能力 的政權 人家搞個網台 都很受歡迎 都是做開這一範 身體力量 還有DBC有什麼問題 無論是民主黨 公民黨 你說是街工 街工 就是這個 街工 工黨 或者人民力量 就是我們這些友好團體 我們是否應該 集合一齊 多些人出來出來 出來先 例如無論是 我們的友好團體 人民力量 都應該出來支持一支持 為何他們不做 為何 譬如 你說民主黨有做 可能有做 但是 是否這些叫殘影競選法 就是出來拍一張照 出現過 就叫做 喂 我們以往的社會運動 失敗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 不停做這些事情 我們不能夠持續運動下去 對嘛 我嘗試從一個 良好一點的角度 幫政黨想想 你知道 搞這些大型的社會運動 很多時候都不是政黨發起 可能是民間團體 搞起的 民間團體搞的活動 和政黨的活動 在哪裡呢 就是政黨要選舉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有一個陰謀就覺得 你搞這些事情 又是為選票 沒有票 但是你做不做 那到現在這一件事上面 那些政黨可能都會有個考慮 就是會不會又被人誤會了 就是抽水 你看一下 其實DBC復播這個問題 民間電台 就是撐了這個開放大電波 都一段時間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但是當民間電台 隔這件事的時候 都有人會說 這個阿牛 或者民間電台 在抽水 可能其他政黨 都會有這樣的考慮 那你又覺得 怎麼看呢 這件事又是 因為怕抽水就不支持 就是大家都不支持 我覺得說不通 因為大家一起抽 看看誰抽得厲害 就一起支持 其實這樣說 就說不通 抽水就是政黨的本質 你可能不出來才可以 就由你抽 要你做到事 為何你不出來做 政黨應該出來抽 因為政黨 是作為人民的工具 當它是一個工具 所以當有事的時候 他就是配合在這麼多 運動裡面 是不出來玩 是不出來玩 所以他應該出來做事 是應該的 但是被人說 是否抽水 那這個是一個 看看你是不是做到事 做不到就抽水 做到事的話 你可以成功爭取 那我明白了 那些政黨覺得做不到 所以算了 不抽了 是吧 就是做不到 是否這樣說 我就不猜測 我們都是呼籲 那些泛民主派政黨 如果覺得 捍衛我們香港的言論自由 或者這些核心 當然很重要 就一定要出來 明天提米 或者我們 如果一直放下去 應該去動員支持 甚至開咪 不是 我們不是說 其他泛民政黨 都需要下來 例如說 用這個模式去支持這個運動 可能他可以透過他們的網絡 透過他的動員網絡 可以用他們的方式 去將這件事 告訴他們的支持者 或者他們的選民聽 不是說 一定要下來這裡 那譬如說 民主黨可能地區網絡大些 那他就可以透過地區網絡 去將這件事 告訴普通市民 因為現在這件事 就是被主流傳媒封殺 是不是 就是譬如說 網絡動員能力強一點的政黨 就是可以用回他們的相應的方式 去將這件事 告訴他們的支持者 令到這件事 變成一個 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 現在就是 就是我們見到 就是好像 動員能力是比較弱 好像做不到事 現在我們應該 就是放下這些成見 無論任何政黨 我們應該 就是為了爭取言論自由 你說無論是撐大班 你說DBC伏播都好 我們應該先走出這一步 先 就是不要拘泥於說 唉我抽水 沒有人介意這件事 是不是 我們希望各國政黨 都是這個大時代 你沒有說23條有抽水 沒有人說過 可能有人說 那時反國教運動 就沒有政黨參與 可能一來那時是接近選舉 那時也有些朋友說 唉我那時都想 想下去幫忙 反國教 不過我怕被人抽水 他們都想的 那為什麼這次 不如主動一些 我們可能 譬如說 接下來有個聯盟 就是Q仔說的 那不如大家坐下 看看運動 可以怎樣持續下去 因為現在我們見到 無論是你說 新界東北各樣土地也好 你說在不同的 反國教運動也好 我們見到我們的社會 已經是被壓迫到 沒得選擇 我們不應該主動一些 就是放下 可能之前 就是我們有些不同的意見 泛民黨派裡面 怎樣也好 我們不應該自己走在一起 就是如果我們 作為政治領導人物 都不出來搞的 那就是沒得搞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 舉個例子 長毛 很多時候都見到他 在不同的運動裡面 但是沒有人說過他會抽水 為什麼呢 就是 韓龍那時候他就在 然後 每一次 他有沒有說 長毛是一個抽水 播鏡頭的 好像沒什麼說過 要不就這樣 他已經是 一向抽水 大家習慣了 你都可以這麼說 因為你每件事都會表態 都會出來 不會選擇性 因為這些事我不走出來 這些事我就先出來 那你服到眾的人 就不覺得你是抽水 以為是這位朋友 是怎樣稱呼的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Yuji 今下午的時候 都已經在 以網台主持的身份 去做一個接力的廣播 我們都做了幾天 講起大聯盟 我剛才看到Q仔的Facebook上面 就說 又整個廣播大聯盟 想接手這個場 是不是 看一看你 現在我們FM廣播 非法廣播 你知道嗎 我以前不是電台的 所以不看一看這些東西 那你有什麼意見呢 我很詫異 就是本身我們網台 和RTV的時候 其實都是今次接力廣播的持份 我們很詫異的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幾個小時前才知道 除了看Q仔Facebook之外 就突然間成立了一個大聯盟出來 而大聯盟裏面的人 有些消息就說 又有葉寶淋粉 雙輝粉等等 就是又是這些人出來 我擔心會爛尾整個運動 你明不明白 其實已經踏Q仔幾次了 先後反高鐵 OK 一次就是禮拜天的時候 做一做一下就說 Sorry各位市民要上班了 都去到差不多一個運動 撥Q仔已經通過了 最後地鐵都被鄭耀雲偷走了 OK 去到反國教的時候 突然間 你不知道的 9月9號凌晨 我那天在這裏還打算回家 沒事的 都休息一下 頂了那麼多天 突然間 室家無神點幾鐘 說有個很沉痛的決定要宣佈 那我立即回答通宵班司 回來問大會 大會只是 繼續不停在錄音機說 已經很辛苦了 要回家照顧小孩 前幾天不見回家照顧小孩 那天才回家說 就是每次有親這些人 參與出的大聯盟一定是爛尾 就是我很沒信心 究竟這裏會不會 被那幫人接管之後 繼續也是這樣 其實我很擔心 再加上就是說 你整整個大聯盟出來 是沒有諮詢過 我們這些網台等 有參與人士的意見 那究竟目的是怎樣呢 我覺得很奇怪 自己解了大聯盟出來 現在上面 韓連山老師在開會 在上面 完全是 就是所有事情 明天已經是談好了 OK 現在呢 只是我宣佈給你聽 這樣做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有份參與截力廣播 爲什麽我們完全 不知道這件事 不得止 重要就是說 之後大聯盟接管了的時段 是完全 只是得某些人 粉 OK 是沒有其他團體可以參與到的 我覺得很奇怪 這件事 就是每次都是這樣 對不對 就是我不想拿回 旭文那句說話 但是我必須要 就是講的就是真心話來的 就是如果我們香港 那個社魂呢 痴痴給某些 去到壟斷和包覽了的時間 但是爛尾 最大的問題是 OK 你有能力的 有能者居知的 就是你做 對不對 但是你沒有能力 霸了之後 然後放了全香港市民上台 然後好像民主黨那樣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們能力有限了 Sorry 大家要走了 這個真是很憤怒的 我不知道明天那個公共廣播 當我們講的5至7 RTV和網台接曆的廣播時段完了 到民間電台的廣播時段完了 到那幫人接曆會是什麽樣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在目前的安排下 其實我們網台 加上我們網台聯盟 已經開始動員著不同的主持出來 去到參與接曆的時候 但是這件事突然間是沒有了 一聲令下陣帶聯盟接管 那要做什麽呢 不知道 你問陳敬輝了 上去上面 現在 OK 原先就是大家同意了我的版本 就是那個網台和民間電台 將會去接曆廣播一星期 我不理你 接曆到星期日也好 星期一也好 我免得跟你計較這件事 但是現在的接曆是未結束 突然間 有人自己在Facebook宣布這件事 上面在開會 其實是很不尊重 很老實說一句 嗯 那剛才你說的 有個答題是有Q仔 Q仔分和有些社運的人士 有Q仔 暫時知道 即是收到消息 也有陳敬輝等等 那你有沒有接觸過他們呢 有 剛才接觸了 那他們有什麽回答呢 那個回答就是說 其實呢 之前已經談了 那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呢 談的時候呢 本身我們都是有參與的 對不對 我剛才 我坐在這個台上兩個小時 那我真的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甚至乎 剛才台上的宣布 還說民間電台會繼續作出廣播 仍然在欺騙台下的聽眾 那這個問題 是決定了的了 既成事實的了 是說了給你聽明天怎麼做的了 那至於我們本身廣播的時段 給不給網台參與 是不是真正一個公共廣播 即是我常常都強調 這是一個史目前的公共廣播 給大家有公民參與 繼續有公民參與 我不知道 但是我也都不見得 是樂觀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呢 就不介意說 給哪個團體接力廣播的 那你譬如你說 之前的track record就不好 你說有反高鐵事件 他們爛尾 那但是 以我所知 Q仔那份人 就很堅持 即是他又不是 你說雙輝 他很堅持 雙輝不堅持 那不如 你可以一起這樣做 他沒有說過不給 你最主要 你覺得 最令你難受的 就是他忽略了 你網台業界的感受 是嗎 另一件事 就是當我們在推動 一個所謂的公共參與 希望不同人去接力的時間 突然間是 又再次重複這個模式 即是我們是很失望 可以說 我不是說 看某個人的track record 但是 只不過就是 如果你每次都是這樣的時候 是否只有幾班人 或者幾個人 才可以壟斷這些運動呢 我覺得不是的 香港是否只得機 一個人才能搞到社運動呢 我想知道 我想這樣 其實這些 所謂的人民內部的矛盾 由他們來直接可以解答 或者你們作出一個好一點的溝通 就是比較好的 今天其實 剛剛他在台下 已經跟我們說 給你一點時間 可以拿出來說 我們都很歡迎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地方 不是屬於某一部份的人 這個地方 其實是屬於我們這裡 台上台下的所有人 因為這個是一個公共空間 我覺得 所以剛剛你指出 可能是某一部份人 他們領導不領 之類 但我自己覺得就是 如果假使間 我們這裡的人 是有另一種看法 或者假使間 譬如陳景輝今天叫你這些人走 你可以不走 是不是 他叫我們走開 我們可以不走 繼續在這裡 是不是 我們不是因為他 說了一句話 然後我決定 我會走還是留 當然他某一定程度 有他們的影響力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就是 我今天 無論台上好 台下好 自己每一個人 都應該要清楚 自己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是支持什麼 或者是 我們是 會不會只聽人說那兩句 然後我們決定 我走還是留 是不是 今天我相信 我也有信心 在這裡的人 是非常之清楚 我覺得 大家可以再談一下 這件事 可以再討論一下 歐哥怎麼樣 第一 民間電台 是不想看到運動 在上個星期日 即時終結 所以即時是接手 現在 城中是一幫人在討論 昨晚是流通 之左 RTV 我們覺得 現在 明晚的決定是怎樣 民間電台全部開放 民間電台沒有騙到任何人 因為他們在討論 因為他們在討論 他們好像說 五六天 他們去接手 去搞 其實希望 熬大它 大家都希望運動 能夠越大 就越好 越快成功 所以 我就是民間 RTV 它是沒有受被支援的 它是沒有的 我覺得RTV 它絕對有權 是一個持份者 因為當日 我們接 那時候RTV 即時與我們聯絡 它會加入 增強我們的力量 我覺得 RTV 可以和其他網台 一起上去和他討論 討論運動 是怎樣 除了五六天 五六天後 是否即時完 還是繼續延續 所以 待會節目完 應該 RTV 和網台聯盟 是即時上去的 這裡 其實很多網台都來了 除了人網 我都希望人網加上去 我們沒有所謂 我們開放平台 雙台加上去 我都支持 蕭先生 對不對 我們如果人網加進去 我們一定是多謝蕭先生 蕭先生 好東西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沒有任何內部矛盾 大家想盡快 令到運動大 令到DBC組合復播 更加要開放大力填波 大家就不用偷偷摸摸 其實上高已經是四五部機 你靚不靚仔 你說什麼 它全部錄了 即是 用來做日後的程當正攻 我理得他生枝 好了 繼續交給你們 你們繼續 搞什麼呢 Edmond 繼續 牛破了一屆 牛是說錯了我們的節目 我們的節目叫做搞什麼春 今天才是吧 今天 其實為什麼這裡不可以說粗口呢 是不是因為有很多 即是一家大小在這裡 所以不可以說粗口 是方便人 對 對 另外最主要是 我是有政治壓力 因為Spooky叫我不要說 那我就不要說了 政治壓力 會禁掉你的帳戶 其實我們臨急臨忙 上來講這個話題 本來我們的節目就是 上個禮拜 每個禮拜都在做 上個禮拜我跟阿銘 在講第二個 topic 不如趁現在我們轉一轉 中港議題 轉一轉個 topic Yuji好像 我上來是剛剛適合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 是講中港矛盾這個 topic 希望大家都可以聽一聽 本來我跟阿銘的意見是有少許不同的 我是偏向香港是可以獨善其身 就不是講到 即是獨善其身 阿銘就是很有中國人 意識身份的一個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問 獨善其身的意思是 好像陳雲那樣 即是要自治 但又是尊重基本法 還是什麼意思呢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用梁振英的說法 你就是閉關所講 你們這班人 閉關所講 是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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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港獨和自治之間 進入一個很大的空間 我主持 他講到陳雲 麻煩你講講 陳雲在網上講什麼 在這個運動 他怎樣就會出招 會出來幫忙 他要求很高 即是絕食不絕到死 我們要將這個成幫自治 融入這個原論自由上面 慢慢來 你將這些東西 我們慢慢疏離它 別人才聽得懂 我們都可以講完 如果你慢慢講 譬如你自己和陳雲 是對香港 是怎樣看呢 中國還是中港關係 即是聽到 先回答了牛哥的要求 就是說 陳雲早幾天前 在Facebook上公開 說 陳雲收到幾個私人邀請 去政府總部支持DBC 一次過 陳雲就回覆 因為有很多人邀請他 陳雲就說他自己有簽名 支持DBC復播 聽起來很正常 即是公共廣播 講講一下 然後 陳雲就說 即是 DBC那種高貴的模式 一開始就不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陳雲就說 如果聲援集會就免了 原因就是他不是 獨孤求拜 陳雲都說 都是那句老話 我對行動的要求很高 什麼叫絕食呢 絕食就要絕食到死的 原來是 有沒有死的準備 有沒有死的覺悟 想不想拿一支麥克風 你不可以走來走去的 雖然我知道你 還是很活潑 如果陳雲 他肯出來站在那裡 他住多少天 我住多少天 他死 我未必要他死 那你不夠大 你應該說他住一天 你住兩天 是的 又大都沒有 別人要求你去脫一件外衣 你還給他一件內衣 還有阿牛你都很有本錢 大家知道 大把梳圍在那裡 還沒用 還有大把過冬 可以在那裡 好了 但是說回來 其實在最近 在香港這半年 我這樣說 其實都很久 是一些 我自己覺得 都是一些文化上的 差異 引成一些衝突 今天 有些人還在那裡說 老實說 我 見到 講英奇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詫異 其實 但是 我是 接受 我會覺得 大家有言論自由 沒什麼所謂 你就拿出來 但是我看不慣一件事 就是什麼 就是有些人 就不單止舉降英旗 他還舉著一塊牌 叫做 南京條約萬歲 那我真的很接受不了 南京條約 就是說 將香港割讓出去 給英國人 那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老實說 如果你 我聽到那部分 他們舉降英旗的人 他們自己說 是因為你中共很壞 管治很差 而我就會很懷緬 當年的殖民地的統治 其實我很理解 我是OK的 沒問題的 就是 正如 我們今天 覺得梁振英 很賤格 很壞 很扑街 那我都很懷緬 這個曾蔭權 當我在曾蔭權統治的時候 我都很懷緬董伯伯的 我們會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是否這樣 有部份的人是這樣 有部份的人是這樣 不代表你的 下面在揮手 殺手令人 不代表你 我自己就不會很同意 就是說 有什麼可能 我懷緬還懷緬 你沒有理由 一個不平等的條約 你都會稱呼它為萬歲 是不是 你沒有可能說 這個清兵入關屠殺漢人萬歲 因為 或者是 我喜歡日本人統治我們 所以日本侵華萬歲 不是 這個日本侵華萬歲 應該是共產黨的 這句話 當然要譴責 這當然要譴責 毛澤東這個惡魔 但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我不會因為我懷緬過去 而我贊成了 那時候的不平等條約 是合理的 就是 各樣還各樣 這個不是我們 老實說 我自己 雖然某些朋友 他自己會跟我說 他說 我是香港人來的 我不是中國人 我自己就覺得 我兩邊都是 但是你問我 就說 關於這個條約 我覺得對我們自己 中國人來講 都是 各樣的 因為你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所以你有這樣說 你說剛剛講的那幫人 就是覺得自己根本 就不是中國人 所以他覺得各地是好 因為他不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 你不覺得自己是中國 那你也不可以南京條約萬歲 南京條約是 為什麼會有侵略 就是中國 香港的各樣線 其實就是源自工業革命之後 就是歐洲 就需要去找大量的資源 和人力 那就去要侵略其他比較窮的國家 形成這個帝國主義 所以 其實你想一下 食物 是的 沒錯 你想一下在非洲 或者是我們近一點的殖民地 印度 他們遭受的那種 那些人民遭受的那種待遇 你是一個有良之人 你都會反對帝國主義 如果你是反對這些資本主義式的 壓迫一些這麼弱勢的人的時候 你為什麼會支持南京條 你那套論述根本就不熟 說得好 不過我相信這個不是Yuji的立場 你不會說這件事 但我看到有些人舉 港英旗的人就舉這塊牌 我是順口一提 舉港英旗沒問題 有些人都會問他 為什麼你有個朋友 其實是否要證明 什麼叫龍師旗 有人真的拿了一枝香港旗出來的 枝龍旗 兩枝都有 兩枝都有 那我就問過一些朋友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這枝旗 他說 其實不是現在好一點 是以前沒有那麼差的 那這種一種論述 那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言論自己是一種 不過還有現在有一個情況 就是很多 很多怨恨 當然當然是對內地的一些內地人 就是無論是在這個雙妃孕婦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用雙妃這個字 就是兩個父母都不是香港人 一些有寶寶的孕婦 那他們這件事自由行來講 你看那個在廣東道那個 是不是DNG人 那他們又吵了 又有人唱黃歌 那我見到在網上 亦都有很多的相片 是拍攝著一些的 就是兒子是內地人 柯氏柯寮 媽媽抱著她 在九龍塘的那些站 去柯寮 那就會引發到很多 就是說 哇大陸人真是 那麼便宜的 哇大陸人真是 這些已經是不行的了 他們沒得救的了 你是否這樣看 首先講一講 本身我們台的背景 其實是代表一班自立宿黨人 很開心 其實我今天上台 下午跟牛說 很開心 就是牛知道你很愛國 愛國 愛到保釣 但是不同立場的人 都可以上來 做一個公共廣播 我很開心 這件事 至於說 剛才講了很多 舉旗的運動 我要澄清一點 就是那支不是叫港英旗 港英是左報 即是大公文匯 放炸彈那班人 在六七暴動的時候 作出來的名詞 那叫香港旗 為什麼叫香港旗 龍是代表本地人的傳統智慧 加起來就變成一個東方自著 就是那個文章在頭頂 所以叫香港旗 剛才講的龍師旗 那個是陳文作出來的 OK 即是陳文就吃到死之前的作品 就是 他把文章加了香港兩個字 就說我是自治運動 那這個是另一個論述來的 那至於你說 南京條的萬歲 我相信我自己肯定沒有這麼說 OK 或者我們台的同事都沒有這麼說 那我不知道 就是是不是 因為一個群眾運動裡面 其實一定有 一個群眾運動你最怕的 就是有一個傻的 有一個瘋的 而這個一走出來 就代表了你的運動 如果有一個傻的話 南京條的萬歲 那 很容易 剛才阿銘都提示了我們 即是首先 南京條這個是一個暴力的行為 你不可能說萬歲 即是你 你不可能說 日本侵略中國 是萬歲 即是這個絕對不是我的立場 首先就是 我沒有這部理 即是我這樣說 即是我看到一個情況出現 那你不如說一下 即是 你怎樣 即是 那有一班人 我自己在網上看 有一些的用戶 他們自己在網上 經常都 整些圖出來 那 有一次 就整些圖出來 就是 內地人 在香港 不同的站 然後就是 那些人 那你怎樣看呢 這個情況 即是你是不是覺得他們 就是 哇 好沒有雲花 應該快回大陸 不要下來 這樣 如果做了圖片 即是有圖有真相 即是事實 對不對 即是我覺得做圖片 不是說 做圖片是對還是不對 但那個情況就是事實 對不對 大家都說大陸人不對 其實問題是因為 就是 你都不會在這裏 屎屎屎屎屎 對不對 即是我們想強調一件事 就是說 講得難聽一點講句 加速 貓 狗 經教導校都懂得去廁所 那些人是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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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麽人才會到處 隨地屎屎屎屎屎屎屎 我想知道 是吧 大家就是去指出這個行為 就是說 咦 我們香港是 不是很接受一些 即是 一個沒有文化的行為 一人不文明是黃語來的 那這個要解 這個 沒有文化的行為 OK 講得很好 阿銘呢 為什麽不會折你我真的 我也不明白你不會折他 我一定會說他以偏概全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想說這個 是不是十三億人是這樣 我不是想說這個 阿銘說我們整圖 他們的論述就是這樣 是不是十三億人見過他 阿銘說我們整圖不對 那是否你由得他拖在這裏 很簡單 很簡單 你現在 通常我們見到的圖 都是那些的爹地媽媽 或者阿公阿婆 抱著小朋友 去那些的 就是在那個垃圾箱裡 那我不知道 在內地 老實說 我在內地 我是沒有什麼見過 這樣的情況發生 當然 也都有人說 就是說 他們當你香港是狗鬥來的 所以在內地 他自己不會這樣做 來到你香港就這樣做 是吧 都是這樣的看法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純粹就是一個 就是可能 我自己猜 我沒有詳細考究過 沒有統計過 做得出這些事情的人 都不是一些 在大城市裡 有所謂 在城市生活習慣的人 會做這些事情 通常 估計而已 在農村 我們是否有權去拒絕這些旅客 我很奇怪 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覺得這樣 拒不拒絕可以再討論 但是 我自己的態度就是 你不可能 在一個發生的事之後 然後你拍完相片 放上網 在那裡不停嘲笑 放上網就是說 有人做這件事 叫大家留意一下 有些不是人的問題在那裡 賴屎賴屎賴屎 可以不可以 那我想了解一下 你們如果你看到這個情況 你會怎樣處理 這個情況 看看我是甚麼身份 如果我是路人的話 很簡單 我一定會叫他們 就唯一叫人去清理 是吧 你做其他事 無補於社會 對嗎 對 再繼續的下一步 就可能說 我們是否可以拒絕他們來香港 我想說一點 就是香港在97之前 其實是可以拒絕 全世界任何國家的旅客 就是到訪香港的 直到現在都是 不過香港是不可以拒絕中國旅客的 為甚麼呢 因為中國旅客 就是中國大陸移民等等 水貨客一模一樣 是大陸政府審批了他們來香港 我沒有權拒絕的 這個是不是很搞笑 這件事 為甚麼香港以前有的國際地位 現在沒有了呢 我又想說回其他事情 譬如說到柯屎賴屎賴 那我有幾個觀點 可能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在遊客區 內地旅客多遊客區 怕傳單 或者聽廁所在哪裏 或者在遊客區多建幾個廁所 分擔排泄的需要 那有沒有問題 是否要上升到 上升到所有大陸人都是壞的 譬如說 我見網上有些人 譬如說 他們說到 起廁所給你 一舉大陸人照罵 其實我就是很矛盾 我覺得這個不是問題 我覺得這個不是問題 因為遊客區來說 尖沙咀 我都在找廁所 是 我覺得你說 起廁所不是問題 所以我就說 其實老實說 我不知道他們那些人 從哪裏來 我猜的 猜的 他們都是可能 其實你猜得到的 因為自從07、08年之後 將我自由行 開放了二、三線的城市 在中國 出現這個問題 你在03、04年 自由行在北京、上海 你不會看到有人在地上 所以 剛才進一步 你就承諾了我的坐證 對 就是說 那些內地的旅客 其實他們並不是代表 全部中國的人 因為你說是二、三線 就是說他們的文化水平 未必比一線的人那麼高 就是說 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說其實老實說 這個由小到大 他們養成了這種 就是說 我隨街在農田 真的 他們在農田都要摸 就這樣摸 小朋友都是周遇 周遇的 老實說來到香港 會未必習慣 或者另一個問題 就是 我想找廁所 不知道去哪裡 為什麼經常都見到 在這個地鐵站 因為地鐵站 都不知道在飛地鐵站 那裡有廁所 但是問題就是 他那座不是說 我們一定要包容他 你繼續讓他去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所以我 所以我 我是同意你剛剛說的 我同意你剛剛說的是什麼 就是說 當我們見到這樣的情況之後 當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們說我們自己愛護這個土地 愛護這個城市 我覺得應該要走上前 去跟他說 其實這裡 在哪裡有廁所 告訴他 如果他不聽 他來跟你吵架 就交給一些職員去處理 這個我想我跟你也同意 不過我見到就是說 某一部分 我覺得 比較情緒化的人 他們就已經 不太理性了 他們就說 把他們全踢回大陸 不要讓他們 還有那個問題是 我想再說多一點 就是說 就是久而久之 大家見到 那些大陸人 原來是會在坑渠 垃圾桶 柯市柯寮 慢慢就去標籤 大陸人就是這樣 就好像我們 以前去說那些中東人 一定是打劫 偷人物 就是我們是不想見 就是我想阿銘的問題 他不想見到一樣就是 其實這些圖片 就是我們去做一種種歧視 這些圖片是誰逼出來的呢 就是在今年 整個就是 大家開始說 例如自治 開始說自立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 譬如我們一些 一些比較 取向比較左翼的人士 他就說 要包容雙非 要包容中國旅客 那樣 於是便出了這些圖片出來 我想 我想這個是一個誤會來的 他們所說的包容 不是代表縱容 如果我見到 出聲 那個叫縱容 是否 但是所謂的包容就是 我見到 不需要那麼 那麼穀氣的 我好地地就走過去 因為我明白一件事 就是說 他都沒有受過 些什麼的文化教育 或者是 他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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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模式 那我就說 我對自己說 不需要那麼勞氣 其實你在第三世界 在上海城市 他見到其他外散人 不是 你慣了在第三世界 周圍 來到香港文明社會 是不是我一定要隔壓 迫著接受先 不是 但我覺得所謂的包容 其實包含了 意思是 他其實也很慘 他有廁所 他不懂得去 其實是否 本身他也是有點慘 就是我們所謂的 我們所謂的包容的意思 是有了這個含意 在裏面 就是 我覺得他們這些 我覺得 不是說我要去 憐憫他 不是這樣的心態 而是說 我去理解 我去明白 原來他背後 可能有他的成長環境 或者有一個文化也好 他的習慣也好 當然我不同意 我也很不喜歡 我沒有理由 喜歡人在我面前 撒屎 我也不會說 他撒完我 我幫他撿了他 我不是這樣的 我一定會跟他說 這個你的 清理他 麻煩你 如果他不搞 我就找人幫他搞 所謂找人幫他搞 就是找人叫他搞 我覺得是 要保持住 我覺得香港人 我們經常說自己 愛土地 愛我們自己的文化 或者我們覺得 我們真的好了 我自己就覺得 我們不需要 因為我們的好 而我看低別人 或者我們排他一些 就是 sort of 沒有我們 所謂有文化 或者有衛生的人 因為我老實說 你問一下 我爺爺那一代 我爺爺雖然都是大陸來 但是他很年輕已經來了 他都會隨地吐痰 然後拿著腳去拆 不斷拆 我爸爸也很討厭他 我覺得 在內地 來到我們香港 老實說 我們這裡在座這麼多位 我們的父母 或者我們的祖父母 其實 不是也是內地來的 不是全國文化 是要大家去 Sorry 我想打一打 你先 我想說 其實內地這個 term 你知不知這個 term 是怎樣的 內地 內地這個字 其實是軍閣時期的日本 發明給台灣 韓國的殖民地 青方日本本土 所以你看過 我爺爺說中國遊蝦 大陸移民 你看回昨天 TVB博新文檔案 1979年 四方寫做記者的時候 講大陸移民問題 並且講中國 大陸 大陸 中國 這兩個字可以交互用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 國際用語 大陸 就是夏威夷 稱呼美國本土 又是大陸 我們講歐洲大陸 是沒有問題 即是內地這個字 其實它起源很不光彩 如果你覺得 愛中國人 其實是不是這個字 是不是可以飛去呢 這個字是真的 軍閣時日本作出來的 不過我覺得 用到今天 其實用到今天 用到今天 已經變成一個重語 如果媒體獨化了 你就一定要跟著 就沒有必要 因為大家都明白了 這個意思了 其實不需要再改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是否需要證明 譬如王浩明 通俗的 原來我們讀政治 叫王浩明 才對的 不是這樣的 通俗了就由他 這個字其實是 九七的時候 是一個中國的官方指導文件 是故意做出來 是希望不要再稱呼 香港不要再稱呼 中國去減低大家的 國際地位的差別 是吧 所以我覺得 可不可以就是 不要作用一個 那麼難聽的字眼 是 就是起源很不光彩 你沒有理由拿回一個 第三帝國 希特拉時期的 term 出來稱呼自己中國 對嗎 但如果你說用資拿去形容的話 我沒有叫中國 我沒有叫未怕 我都見到某一些 就是他們 怎樣說 比較有些 怎樣說 港獨意識 或者是 自治意識的朋友 高登 就是你講的 他們都會叫中國 為資拿 即是如果你說中國 是你的祖國的話 如果中國是你的祖國 你不要叫做內地人 日本人叫我們資拿 因為香港 不是中國政府 那是否要稱呼自己 叫資拿人 我老實說 我真的接受不到 沒有人叫你拿我極端出來說的 現在我叫你說 中國大陸不是資拿 極端也是同樣的 好啦 罵夠膠了 你們兩個 我想 時間差不多了 時間差不多了 阿明你最後 我總結一下 其實說起廁所 其實Yuji你說要說包容 香港人一向都包容了很久 忍了很久 對 包容了很久 因為你去到很多鬧市 都是不能去廁所 我們香港人一向都包容了很久 只不過是觀點角度不同 香港人是受慣了壓迫 不能去廁所 而我們死忍而已 別人不是這樣 這個你是打不到我 即是香港有一件事 你是打不到我 我問你 你去香港那麼多地方 是否很難去廁所 你去廁所 你要光顧那間店 你還要求他 拿鎖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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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髒又髒又髒 香港人去都未必去到 所以如果你說外國遊客 可能你說受過教育 可能受過教育 那就不會去 你趕快 有沒有廁所 你不吵 我問你一件事 如果香港學新加坡 一磋就立刻罰幾千元 那你怎麼看 就是嚴刑進發 我們不中肉 不是 如果你要一個進步的社會 我們就應該要 我們的社會是friendly 他隨街便利都罰師 要食環署粥 對 不要再在訓便的位置 我們先去廁所 今天很感謝各位 很感謝大家 收聽和現場的朋友 希望大家明天8時半 8時半 去到停車場來集合 早上8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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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8時半